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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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所以今年的赛事呢其实就是三分制 对今天今年的这个比赛的一个队的结果啊有可能是五种情况 对啊三分两分一点五一分零分啊有这么五种情况 所以比赛也是充满了悬念 嗯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盘精彩的队剧 直红的一方是余佑华啊他也是非常喜欢走这个飞向局啊很稳健 向山进五四角 帕尔平四 帕尔平四 织九进一 织九进一 这是一个去向啊 在这么一个局面下面也有走马八进七的 嗯 马八进七呢接下来也是在以前啊是相当流行的一个布局 是 双方 变成进一 嗯 织九平八 马二进三 嗯 这样是形成一个普通的定式 应该说双方都能接受 那么本局在开局的选择上面呢 余佑华是选择了横拘 这也是一种策略啊 余佑华呢因为呢布局呢他不太领先 但实力是很有实力 那李雪松香对年轻 是 那么在布局上面他想寻求变化 织九进一 马二进三 居九平六抓炮 这里抓炮呢是让黑方啊定型到底是上势上向还是上马啊 因为有跳马上势飞向这三种变化 是 实在黑方是上马还是以出动指令为这个 首要目的 首要目的 加快速度 嗯 兵三进一 洪方这部挺兵是暗服的这个应该说是杀招啊 他下一步有弃兵的妙手 在局部啊 黑方一定要走的话 黑方假如也是安部就班想活同一个马的话 有可能这边有这么一个手段 平炮 嗯 这边黑方这两个子啊不能 这个顾全了 顾止失比了 所以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不要我们爱好者你冲兵我也冲兵 是啊 他还暗服杀手了 嗯 他先居一平二拖住这边对他进行牵制 嗯 虎方 跳马或者 平炮 平炮 嗯 他现在是走的是炮 二平四 说马往这里跳起来 是啊 他想把这个兵的效率提高了 因为炮假如不收进来的话呢 这个马是上不来的 上不来 假如以前呢也有这样 先跳边马 先跳边马 这样将来形成可以黑方 比如说寻和之 嗯 黑方也是 红方也是挺个病 嗯 黑方呢可能补一手或者是居然平六过来 补一手 嗯 红方上之 黑方是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变化 这也是 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一个阵型 嗯 那么现在余华 先补一手 他炮二平四 所以把右翼的直立 他能够调整好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也是最近一些年轻骑手啊 这个 喜欢采用 喜欢采用的 嗯 把跟以前的这些 误局的理念啊 好像有点冲突了 嗯 这样的一个形状 觉得很别扭 特别是这个中兵啊 嗯 暂时是脱根的 嗯 因为黑方也有可能将来 还中炮方中兵 但是红方呢 是讲究这个初子的速度 他不怕这个 这个你对中兵的攻击啊 其实这也是理念在变化了 嗯 普尔平四 居九屏八 黑方顺势把这边开出来 马尔进三 跑八屏九两居 正常 马三进四 继续编马不动 嗯 马八进九不走 马三进四 红方这个阵型呢 就是右边的指迅速的 这个变成盘红码 形成一个架 这边的居呢 以后有保留 看情况 嗯 至于平山的变化 这个居呢 他也不定型 没有马上对黑方的右翼进行攻击 那么现在轮到黑方走 补一手 嗯 黑方拱兵 这个拱兵啊 他是先补了四 哦 他先补个四 都是很重要 是吧 都是很重要 他这个补四呢 我可能考虑到这里有点 他先让这个炮有根 他补了一手四四进五 避开红方有一些 他补了一手四四进五 他补的是四四进五 把红方马八进九 然后冰山进一 黑方现在这个逐一拱啊 这个二路巨将来怎么趋势呢 但是呢 他现在又不敢巡核 巡核怕黑红方 点下去 嗯 六进五点 是 所以呢 的确就是马路活了以后呢 这个巨看上去有点背啊 因为特别是红方这一手一走啊 黑方的二路巨相当的困难 嗯 是的 兵九进一 兵九进一 必然的 这样黑方的两个巨啊 都没有好点 红方看似这个中兵没跟 但是呢 黑方也不敢轻举妄动 嗯 是 那么假如这个时候放中炮 红方肯定是补一手啊 那么你打出来啊 这个炮啊 浮了 他 让红方一抓 非常舒服 你退一 他再抓你 嗯 你退二的话呢 这种马顺势啊 嗯 踩在这里瞄着炮 这样了 两个炮 嗯 而且这个巨路又畅通 所以黑方肯定是 现在不愿意来 炮方中路 攻击中兵 嗯 他是不是太好的选择 所以呢 他现在考虑战胜 因为下一步黑方要巨六金三 所以他走了一手炮式 瓶六对炮 这部瓶炮式啊 是把对你这边的 首先要化解你巨六金三 这一部攻势 那么将来呢 还可以飞向啊 这个巨 可以贴身出来 贴身给你换 所以他补一手四四进五 红方也是等一手 嗯 果然下三进五 这个形状啊 现在双方的炮啊 瞄着 嗯 那谁交换 谁吃亏 所以都不动 红方选择了 巨六进五 点 上二路 这个巨将来就是准备要压 嗯 那么 黑方呢 这个假如一直僵持着呢 总是有点觉得有点危险 这个巨六平均将来还有马四进六 是 所以他是选择了 对 因为这个兵现在是非常的大 你假如不对的话 用巨来巡核的话是对不到的 巨来巡核 红方是巨一平三 那么 黑方的这个计划是不能够成功的 嗯 所以他是直接兵七进一 兵三进一 向五进七 那这样对兵以后 这个向花两步去对这个兵 好像 他现在 总是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是一点 但是呢 他也没办法 嗯 将来这个马 他现在首先要活马 嗯 那么你现在捉他的话呢 他是肯定飞七向 肯定向七进五 嗯 那么红方觉得 这样 他高向啊 反而攻击不到他七路嘛 首先就用巨来压 看看 黑方到底怎么定型 是 他所以选择了巨六平七 那当然他现在也是高向 向七进五 因为 始终你有这一手巨一平三 现在假如向七进五的话 啊 不能向七进五 有点 有点 有点问题了 是吧 因为这样一个高向瞄着 是不是马要分 他这个位置才好了 对 马四进六 你的巨不能寻合了 寻合了 寻合巨 捉马的变化没了 嗯 那么这个红方就省掉了 所以红方 在这个地方 压一下也是非常鬼啊 让黑方啊 自己去 选择 选择到底落相 还是飞相 落相呢 又看看你怕不怕 巨一平三的变化 所以他实际上还是 马四进六的跳 那现在是手有没有抓 现在抓他是打 打掉之后 马七进八可能跳出来掉 对吗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走这 抓 这不抓呢 你现在黑方必须要表态的 因为马 没地方去 只能跑打跑 只能换 他把平时 换完之后呢 因为捉着马 他只能跳 否则这个马 这边的马被捉着 这个马被捉着 你不能对着 只能跳 那他是不是马四进六呢 不跟你 马四进六他也是宝 或者巨二平三怎么宝 你反正拖呢 我再回马对居 再对 嗯 委气球权 这样黑方就稍微差一点 但是可能还能抵抗 所以红方 红方是直接马四进六 他保持直立的这个更多一点的 大师有一点进攻 先看你这个马逊 到底怎么表态 是巨二进二宝 还是巨二平三宝 这个地方也是让黑方非常为难 他可能不能巨二进 就将来兵一冲以后 马九进八有一手 对 他这里冲 马九进八 六进八都有 手段很多 所以李雪松看到这个问题 巨二平三 也只能委屈一下 嗯 那么这个巨啊 被打到暗头去了 应该说红方 在这几个回合 应该是成功了 而且感觉空间的优势也不小 这个巨啊 也有陷路 巨一平三 这又是对黑方一个考验 黑方啊 这个马现在 不能马七进六 那么也不愿意马七进八 巨被盖住了 因为马七进八之后啊 他这一边 没办法来划解这边的压力了 他所以保一手也是非常冷静啊 那么他不怕这个就是射紫吗 他现在暂时得不了紫啊 他有根啊 有根 那么他下一步 有可能可以马七进六 跳起来这里来换炮 炮打炮 对打过来了 红方兵器进一 红方这边采用强攻手段 挺兵 这是有一系列的连续手段 准备把这个局面炸开了 因为现在是僵持着 因为在给黑方走到这一步的话呢 红方的线索就不容易掌握了 不太明显了 所以兵器进一 他的目的将来又泡瓶过来 那么你假如现在对 红方就跟你换了过一个兵 也是非常满意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是不能冷的 只能先吃过了 果然泡霸瓶器 拖要得值 这个是抓马 现在要准备马吃马了 吃马了 看上去有点难受啊 这个黑方这个形势 吃点 不太妙 只能马起金流 黑方也是很顽强 那只能打泡石金流 泡酒停留 举起退二 红方通过一个转换之后啊 现在要得值 瞄着黑方的这个山路马 应该说形势应该是红方占优 因为这个是拖住的 那么对于黑方来说 现在已经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只能是一换双了 一换双了 嗯 他是选择了马三进士 抛起庆弃 马之 马之冰 那转一个回合啊 多吃一个丁 聚齐进士 好 下五退杀 跑吃了 聚齐进士 吃五退杀 走到这里就 等于是红方用 黑方用一句换了红方的 马炮 但是红方呢 转了一个向 嗯 现在 另外一个七路向呢 也是红方瞄着 嗯 看上去 应该是红方 略为占优的一个局面 假如能够 吃掉 吃掉一两只兵 能够把剧换掉的话 肯定是 会占有一定的优势 那么 董大师 你看看这个时候 老师会去 居次下 还是上万路 或者马跳出来 这你感觉 优势我觉得 肯定很明显的 红方 有这个优势 要扩大到盛势 那么就要选择了 是啊 你感觉 红方应该 吃相呢 他在这个下面啊 好像有点 底下也是有一点风险的 嗯 那么你吃完像 哦 黑方实战是 大概是马六进五吃的 对 他马六进五吃 嗯 因为 比马四进五 马四进五 这个马的位置 不理想 那马四 马六进五 他以后将来 有个马四进六 嗯 因为如果 现在红方去吃铁山的话呢 他可能马四进六了 对 黑方肯定要马四进六 嗯 那么红方呢 现在一个是 捞一个十会 吃个兵 你都不能动 那么他是不是 怕他马跳进来啊 红方就觉得这个鞠啊 被锁在里面了 是吧 嗯 但是呢 他的好处是 就在退一步 将来 背过来 有机会 这个兵 加入战斗 嗯 我这个其实假如黑方 能够把红方的鞠锁住的话 应该说还是对红 有一点牵制的 嗯 十三当中呢 是 鞠瓷相 比较强烈 马林进五以后 他就是 哎 鞠瓷底相了 鞠三进九 红方觉得还是应该捞实惠啊 扩大这个 子力的优势 因为他拔掉这个相呢 也有一个道理 就是将来你这个中抛方 对 没跟了 没跟了 嗯 黑方当然是按既定方针 就像董大师所说 你马四进六 同出来一个位置 黑方在这里啊 也是只能 以攻戴手了 不能一位防守 必须对红方要有所牵制 嗯 那么这四个子呢 集中在 其他在这一边 对红方确实有一些打击的 特别是将来假如 能够马五进七跳到的话 把这个局啊 拦在外面 那么红方 后方 确实是有点空虚 所以这个时候 对于红方来说 是比较关键 怎么样 把这个局势啊 稳下来 嗯 让黑方 造成不了一些攻势 那现在因为他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跳马 或者是要叫来要叫江有沙区 叫江 叫江的话 他可以先对下 一种他就是最稳健的就再退回了 再回了 嗯 就是吃了一个象再回了 那么你黑方 在这一带 因为跳马也没用了 嗯 可能黑方会放中炮啊 炮立起来 到中路来进攻 可能会选择这个 炮流进岸 那么你抓我呢 我再跳住 顺时 嗯 挤上来 换马 马流进去 假如你上来的话也没用 这个马 上来没有用 嗯 你用这个来锁住我的话 我这个马出去了 嗯 也不太 看上去 这样马九进八出去 对没用 黑方 你假如打我 我最多就是 躲一下 嗯 不可怕 啊 假如这个马跳的话呢 红方同样也是可以出去 炮在这 看上去 这样无论怎么样 总归红方有死啊 红方先守住啊 嗯 自己的阵型不要乱 嗯 然后只要把这个马腾出去 哪怕是跟你换掉一个炮 这样残局啊 红方只要再有机会吃到一个兵的话 双鞠兵对这个鞠双马 缺双向啊 黑方还是很危险的 我们来看看实战 实战 实战 他是没有回 这个呢 他走了一个 呃 有点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他补一手 四五推四 他也是看到这个问题以后 是啊 红方呢 他想觉得我落个四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恰恰这个落四是有问题了 哎 这个是问题手 果然 这个四五推四一来 他有一个炮打底四 你这个是白送 这步是看来是余悠华呢 是忽略了这个黑方有炮打式的手段 否则的话 他肯定是去退回来防守的 这一步呢 考虑近七 打完四之后 红方应该说就不是太乐观了 哎 因为你不能吃是吧 吃了他有 杀起 吃了他就马五近七一将就输了 如果吃 吃了他马六近七一将就输掉了 哎 马六近七吃 他上来这边都是杀招了 嗯 所以不能吃四 不能吃四的话 无形当中 等于变成被 白走一步 白打一个是 而且对于红方的防守是非常的不利 而且这个炮一平就完了 他现在在 只能挤住 聚三退九 好 李雪松步步紧别 马六近七 这个又是好奇 嗯 既把炮保住 又把自己的炮可以回家 嗯 聚七退三 这个中兵被拔掉 就太凶了 所以 中兵拔掉呢 因为黑方的中路啊 中炮就没位置 没位置了 所以必须要保住的 但是呢 黑方呢 他是用这样一个方式保 也是非常巧妙的 应该说 不能进鞠宝是吧 进鞠宝的话呢 这边就被牵制住 而且这个炮啊 你是这个鞠宝 你就赶不走了 嗯 赶不走了 黑方有可能就马腾出来 可以攻击你的 所以他放这一宝 鞠宝平 也是非常巧妙的一个手法 果然马九进八以后呢 他多了一个炮六退六 对 打直 聚七退一 现在表面上看 好像红方 还是不错的 将来 这边马八进六一跳呢 能够 解决一点问题 但是黑方接下来 这一步也是 走得非常好 炮六进一 炮六进一 准备炮放中间 又不烂你 马八进六对 是 由于你假如换的话 也是一种走法 比如说你现在吃 一具换烧 把它换回来 那么这样呢 红方又觉得 这样很难赢了 赢不到 好赢 他又觉得红方 这个时候可能 还觉得自己 有点优势 双鞠总会比你单鞠厉害 再加上你这个鞠啊 位置也是很差的 在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呢 余优华可能 对这个形式的判断啊 不是最准确 觉得 还是好一点 想纠缠下去 所以他实战呢 没有一具换双 假如一具换双 可能河面是比较大 冷静下来啊 走了一层漏洞以后啊 这个其实 换双也不是一个 换双也 也不是一个 好的招法是吧 那现在他补一手啊 这个补一个四六斤 我觉得这个 也蛮危险的啊 不错 他泡六拼 这样 红方就没有智慧 一具换双了 那么 形式啊 就更加不妙 特别是这个中式 是单式啊 很容易被人家拔掉 而且这个埋兔的 马赤中式的手段 因为马赤中式啊 将来 马一跳双将之后 都是杀招 他马八推六 抓炮 那么 于优华呢 在这里呢 以为 黑方啊 这个炮是站不住脚的 可以把他 赶走 赶走啊 他炮无精益 那么事实上是赶不走 赶不走 你继续退一 他兵武进一 对啊 他这个可以起来 那么他没办法 他因为退去一抓以后呢 牵制了 所以他继续进一 嗯 因为 继退了呢 这个马不能动了 所以他是进一响 马六进七 马六进七条 嗯 中武进一也是 黑方也是先避守 避开 避开你这个跳马的先手 那么他是选择了 马六进七 这时候我觉得 也有点问题啊 这个四组 我觉得不能 嗯 这样的轻易被吃掉啊 他现在 这个鞠啊 你起不来 不能动 起来了 人家鞠武平八了 瞄着 那么你是现在 假如这样的话呢 他也觉得 中路很薄啊 这个直接是在人家 中后的攻击范围之内 我感觉啊 出也出不来 这样也出不来 还挤一下 马六进七这个太轻易的被吃掉的话 那么他走这个呢 嗯 可能也没注意到 黑方有这个一个妙手 先其后取啊 对对对 那么余华毕竟 嗯 今年也是五十出头了 对 他已经五十三岁了 嗯 时间这番纠缠到这里啊 已经应该说好多回合了 嗯 三十多回合 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啊 应该说 老七手他们的不利的地方 就是时间一长啊 啤酒会瞎昏 嗯 会瞎晕 是呀是呀 嗯 嗯 所以这个时候 但我觉得无论怎么 你古事总是还可以撑呢 能不能退一步抓兵呢 呃 第一感可能觉得他冰浮起来了 我能不能欺负他一下 我假如只能吃到中间 那是肯定很理想的 是啊 但是那他可能担心啊 这样 但是这样一个交换呢 这个宗室其实也是变相的保住了 保住了 也是一种办法 也是一种办法 好 十三当中我们看啊 他是马六进七 没有留意到 李雪松有这一首马七进五 嗯 他觉得我把你炮咬掉之后啊 然后开始吃冰 这样可以确保不办啊 有一个势在的话呢 你狙双马 对我一下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攻势 想不到人家马七进五 你不能上老家吃 上老家他跳马双姜之后就是杀招 哎 假如你一吃的话 我这个马一跳双姜 对 嗯 所以只能吃泡 他吃泡啊 没吃 他还没吃啊 他居三进六 可能 他现在是霸黄鞠 争取对 因为这种马吃的时候是坐着鞠的 坐着是个鞠的 他不能吃泡 吃泡他还吃鞠的 所以 所以居三进六 居三进六的目的是想将来吃完之后啊 放中间 对 嗯 那现在他现在 马五在退气 嗯 黑方啊 有一步 回马坐鞠 嗯 抓鞠 回马坐鞠呢 不让你对 正好前方这个冰吃过来是接受了一个堡垒啊 非常巧妙 他马七退五 我来 马七退六 一抓 你 居三退一 那么 普通的你吃冰什么 嗯 将来由于双势没有啊 是杀不过黑方的 嗯 所以红方的构思呢 是想对击 像 中五进一 中之连环对击 但是呢 这个计划 又落空了 很难实现 十五平八 这是一手杀棋 对对 这样呢 你僵了不敢吃兵 吃兵呢 黑方这里 狙双马就有攻击了 我们看看 十五平八 而且没有路对击 如果平局一僵 你将他上市 二四四进五 你干脆去吃吧 你吃他马五进七 脚杀 是吧 这里绝杀 或者是马六进七 可能马六进七更好 更好 嗯 这边还有叫将将来 你躲不出去 这个是杀招 你只能落相了 落相他狙八平六 又是一个杀 这个钓鱼马 只把那 就绝杀了 绝杀了不行了 所以他这个兵呢 是不敢抽 好 不敢抽呢 黑方就达到了目的啊 这个就非常厉害 他只能下下 下五推三 先补一手 嗯 他果然 还是马六进七 还是马六进七 绝杀给你抽 嗯 刚才我们说了 他有一个G八平六 是他的 黑方 红方是不能抽兵 G三平五 较加 吃六进五 所以你现在 还是不敢推去吃 嗯 只能G五 平二 再对去 他就是常对准备 他想你假如G八平六呢 我再G七平四来对 那么当然黑方不会让他 先手抢到这么一个好位置的 那你选什么一个 局面也有点优势 第二个也欺负 你又花年龄大了 他在躲 就往里面躲 G八平九 就是说这个G不给你对掉 G八平九 嗯 你到这个地方 G七平四 G七平四 四五推六 下三进五 他走得很妙 冰五平六 欺负一下 再欺负你一下 你怎么办 G四平七 没好点子 啊 现在他这个G又可以出来了 G九平六 何方 通过腾挪啊 把红方的霸王之 被G的这么一个变化呢 给封杀住了 通过这个马 那么这个困难了啊 现在 这个局对不了 给他放出来之后啊 这个是像放虎归山了 这个还有一些双四没有的情况下呢 是红方很难守的 嗯 G七退四 这样防守 那么这样呢 红方已经非常危险了 已经第一道防线被破掉了 这个霸王之的防线被破掉了 冰六平五 G七平三 冰五平四 需要退五 防守准备对支 冰四平五 准备在冰五平六 不给你对 他现在是还没想到进攻的路线 可能是G二平四对支 G六平四 平到这 冰四进入 准备有个马五进三 他再霸王之 再准备对 红方的霸王之 从对方的齐德线啊 回到了自己的下路 那是很不舒服的啊 四四进入补一手 G四平七 冰五平四 G七平八 较加 十五倍四 G七倍三 看看把两个边兵能消灭吧 G四平六 再来 G七平六 抓兵 G六平三 是一个边兵 G六平一 对方这个兵攻下去了 兵四进一 这个有点秋和有难度啊 应该是守不住了 因为黑方的这个四个子啊 红方的双鞋 紧接成堡垒了啊 破不掉 G一推二 六推二 下五推三 鼓一手 G六平五 下七进入 兵四平三 他准备是什么 准备将来啊 只到位了马五进山 或者是三路兵这样直接拱下来 G一平六 手一下 六平六 这个居始终碰住你不能动 对不让你三路鞠发力 因为他红方又想这个通过杀来对峙 嗯 嗯 四六 进五 准备出将了 嗯 又得回来 这得回来 G六推三 六进二 对方再把这个 再落一个兵 这样你就守不住了 是啊 嗯 基本上这个就输了 你这个兵作用不大 这里太厉害了 那呢 我们看看后面又下了几个回合啊 兵一进一 四五进六 退六 进六 应该是退六 进六应该没什么用 四五退六 他是 兵一平二 居一进四 小家 居六退一 居一退五 兵二进一 马五退三 马五进三 这样他给你换双 因为这个兵的比你进 啊 兵进了 那不能换 居六平七 马七退五 再多过来 居七退一 居七 在顶上去 在顶上去 四四 进五 下五进七 下五退七 马五 退六 居三进一 马六进四 居一平四 先锁住 下三进五 下五平四 绝杀了要 下五平四 居四进五 将十进一 居四平八 居七平六 这边守不住了 因为这个居啊 这个帅位不好 这个居啊有可能被抽掉了 已经 好 观众朋友们啊 走到这样的形式下呢 鱼游娃无论怎么抵抗 也不成了 呃 这盘棋 李雪松 胜得非常关键 最后呢 是靠这盘棋 结果是打平 最后 加筛快区 又是打平以后呢 呃 最后呃 对是一点五 比一点五分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